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一起美食探店的时间了 今天我来到的是位于神奈川县的川崎市 川崎站可以说非常的大 这边有好几条线都是经过这里 所以它附近的商业设施也都是比较齐全的 特别是这边有很多的餐饮店 今天我来到的是一家位于川崎站前的烧鸟店 店的名字叫鸟园 在首都圈里面也有好几家的连锁店 因为之前有小伙伴评论说想看烧鸟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店面的面积应该说是算比较小的 吧台席的话大概是可以能够坐上10个人左右 首先它上来的是一份萝卜泥 里面是已经帮你调好调味料了 所以不用自己再添酱油或者是醋 店里面整体的灯光还是算偏暗的 也挺符合我对烧鸟店的一般印象 这种环境氛围的话确实是非常适合出来聊天喝酒的 今天点了一份小小的梅子酒 杯底有一个非常大的梅子 它这个酒呢是整体偏酸 也不能算是很甜 感觉那些很喜爱吃非常甜的果实酒的小伙伴 应该不太会喜欢 今天点的第一份小菜呢是两串烤鸡软果 因为大厨就站在对面 所以刚烤好就给我顺手端过来了 热气腾腾的透过屏幕我就已经闻到它的香味了 本来是可以拿着手里这个串直接吃的嘛 然后我一看周围好像都没有人这么干 所以我也就假装斯文一下 它这个烤鸡软果并不是完全都是鸡软果 上面还带有一些鸡肉 我记得很多年前是在东京都内有个家烧鸟店 当时是吃过他们家的烤鸡软果的自助 当然现在那家店还是否提供烤鸡软果的自助 已经不知道了 但那种套餐的形态对于我这种特别喜欢吃鸡软果的人来说 是非常的适合 有机会我可以给大家去找一下东京都内 可以吃到烧鸟自助的地方 这个鸡软果一来非常的脆 二来非常的香 真的是让我爱不释手啊 除了刚才的萝卜泥之外 它还送了这样子一个小碟子 这个是我今天点的培根年糕 我们来说一下它送的这个吧 与其说是送呢 其实大家都懂 居酒屋的话一般都会提供一些强制消费的小菜 那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下面是一个非常脆的面包片 而上面这个糯糯的东西 大家可以猜得出这个是什么吗 我一开始也是没有猜出来 直到我后来尝了一口我才发现 原来它就是鸡干做成的肉泥 这个就是培根年糕 看起来是不是很大呀 毕竟它是烤鸡店嘛 除了鸡肉之外 很难看到有别的生物的存在 所以在众多的鸡肉当中 你能发现一个烤培根 也是非常的醒悟 外面这一层培根非常的香 里面的年糕也很糯 因为现在我到了晚上 就基本很少吃碳水嘛 所以这个里面的年糕 就当做是主食吧 这个是他们家的菜单 跟其他店的价格相比的话 这个其实也不算便宜 这个是他们家的鸡腿肉串 就是那种上面有一大块葱 跟一大块鸡腿肉夹杂在一起的串 因为我临桌的这一位客人已经走掉了嘛 所以现在才可以用这个角度 这个鸡味从侧面来拍一下 这个就是香喷喷的大葱和鸡腿肉 我很好奇那些不爱吃大葱 但是喜欢吃鸡腿肉的朋友 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解决 是把大葱丢了直接吃肉呢 还是说勉强为了肉 连大葱也一起吃下去 这份是他们家的虾肉春奖 一根是429日元 菜单上面还有他们平时提供的便当 居酒屋在中午都会提供一些便当 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这个就是虾肉春奖啊 其实它的每一根都是蛮细的 它特别的香 特别是里面这个虾肉散发出来的海鲜的味道 因为刚出锅还是有点烫的 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鸟园在整个首都圈 大概一共有18家分店 特别是在浅草 上野还有新宿这些非常有人气的观光地 都设有分店 说实话 他们家菜单上的菜的品类倒不算是非常多 不过他们家环境算是比较幽静的那种 如果你觉得其他烧鸟店太吵的话 可以来这边试试 我吃下来挺不错的 就是刚才这个鸡腿肉和鸡软骨 于是索性我就再来一份鸡腿肉吧 在这里我可以把他们家前草店的地址给贴一下 因为前草是很多游客都会去的地方嘛 所以去前草分店的话会更加的方便 好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要看的美食的话 希望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是我有能力或者是时间的话 我一定会去探一下电脑 好以上就是本期美食探店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